司法院庭長法官大學教授齊居一堂 提供看法討論司改中重要的大法庭制度 是否能真正解決法庭上 不同見解多頭馬車的問題 庭長率先發言解釋大法庭新制的主要目標 當勝利庭出現起義時 不再以判例作為標準 大法庭立刻作出見解 給予審判庭依據 舉例而言 104年間連續爆發多起食安事件 卻沒有足夠的法院判例作為依據 直到105年最高院才認定 不論假冒行為有沒有造成健康危害 都以使館法辦理 大法庭成立後就能及時解決這個問題 要有不一樣的見解要去挑戰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就是說提出於那個大法庭 那這樣就不會造成就是說 同一個法院之間竟然同一件事情 他會有不同的那個見解出現 由中國時報舉辦的大法庭制度論壇 邀請各界專家學者 希望讓外界詬病的判例決議制度走入歷史 研討如何讓斯改更加貼近民意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